文华辉说的德云社提起于浅 撇开相声艺术表演能力不谈 他的三大爱好 抽烟喝酒烫头 几乎人尽皆知 而说到娱乐圈的好演员孙力 撇开演戏拍电影的演技不谈 他也有三大爱好 那就是画画 泡脚和DIS 邓超 孙力画画的爱好由来已久 最近一次不光晒了自己的绘画作品 艾辛小奇 还顺便DIS了邓超 其中的两大爱好一下子达成 事情是这样的 近日在微博里 孙力发了一条文 内容是这样的 我的作品 是了颜料的奶牛 艾辛其心 虽然不是很懂绘画 但作为小白的小编 还是觉得画得很好 奶牛 是孙力加盟宠小狗的名字 一只狗取名偏偏叫奶牛 不管如何 总之画得好 超哥也自然来了 留言 我约了你七年 可以画一次我吗 孙力则日常DIS了一句 等你长得再立体一点 你看 孙力是不是画画家DIS超哥为了 而孙力第三大爱好泡脚 则更是名不虚传 近日孙力发文呢 号召大家 每晚温水泡脚 他说 今日白露 每晚与温水认真泡脚 趋势是重点 有一身心健康 秋安 不少粉丝看到后 也纷纷留言 这个意义了 比如 有网友就说 泡脚两点 准时上线 泡脚博主准时上线 趋势是重点 秋天还要注意温费 哦 大家记得听娘娘的话 每晚温水泡脚 很暖心 不过有两条留言成了亮点 一条是 泡脚时也在等小爱的 我风铃鱼里 9月30号 电影院离等你 另一条 则是 去年这个时候 还在看五品和少奶奶 第一条暴露了 孙力的新作品 即将上映 而据小编了解 作品是张艺谋导演的影 剧中男主角 则是孙力的丈夫邓超 而第二条 则是孙力三大爱好之一 泡脚 启师群年也多次提到 在2017年的 丽丘和白鹿日 孙力都曾发布 叮嘱 每晚以温水泡脚 有时还加上认真二字 每晚以温水认真泡脚 其实 看到这样的孙力 小编细想一下之后 就感到特别感动 作为一名演员 孙力是优秀的 而作为公众人物 她的爱好则非常健康 不费钱 画画 可以逃野情操 她的温水认真泡脚 是最廉价 也最实用的养生建议 这超哥 那算是健康的生活乐趣吧 尤其泡脚这件事 孙力年年都会按力一波提醒大家要泡脚 也真是很暖心啊 而对于孙力之所以如此不爱养生 或许一部分原因是演艺圈对女演员的要求太高了 就像姚晨说的 老了可能根本没人找你拍戏 也是耐人寻味 最后 我们普通人为了自己 听娘娘的话 每晚温水认真泡脚 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孙力发文 白露日 温水认真泡脚 两条留言成亮点 网友好暖心 读者们怎么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